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一位网友在网上爆料 自己是NCT成员Lucas的前女友 自己曾经被Lucas gaslighting 被要求支付所有的约会费用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则新闻也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热搜榜的一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8月23号,这位网友在Twitter发文表示 一开始是Lucas向我表示好感后开始交往 但是有一天,Lucas突然以行程太盲为理由要求分手 所以就没有恶意的分手了 但是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第二天,Lucas说他很想我 希望以后能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我就答应了 但是一到他休息的天 就会去饭店或者是我住的公寓 所有的钱都是让我付 当然在交往的时候也是那样 甚至还让我去买烟 如果我没有买,他就会说 为什么没买? 当然以为你会买过来 自己是艺人所以不方便出去 用信用卡的话就会被经纪人抓到 一开始我给他买名品礼物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的使用 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就说 现在我赚的也不错 不是给我买家买车的话就不用送了 但是能理解我的人 除了你没有别人 自己想要去的饭店后让我预愿 每次来到饭店就会点客房服务餐点 过夜后就离开 从退房那一刻开始就逝去联络 把我付钱当成是很应该的事情 然后因为自己很忙要求分手的时候 还应对我说 因为你太想粉丝了所以不喜欢 以后不要做什么爱都粉丝了 因为这些让我伤心的话 我还患了忧郁症 因为太喜欢在交往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一次合照 也没有偷拍 甚至也没有对朋友们说 最近他去中国活动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方式联络我 所以在一个月之前我警告他 再这样的话我就会告你 第二天他就退出了Kakoto 还换了号码 然后这位网友上传了很多 微信等聊天截图 以及自称是Lukas的微信语音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钱的人对女友为什么这样呢 就算是一般人也会被骂死 因为像粉丝所以不喜欢 粉丝们还在护航 哎 抛腿买烟 那个录音是Lukas没错 而且照片录音都没有在popo上传过 粉丝们一开始说录音是在popo上的 但是录音是在Lukas开始popo之前 而且后面内容也不一样 SM到现在也没有对应 所以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担心如果否认的话 也不知道对方还拿着什么证据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嗯 都没有证实什么 不就是一边的主张而已 也没有确认的事情 已经开始骂的人太奇怪了 在犯权看过太多造假的谣言 所以先保持中立 等官方回应后再骂也不晚 快要回归了 黑粉们又开始了 一般这种事情不都是在攀爆料吗 为什么偏偏是在Twitter 让可信度下降 对于Lukas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应该知道 很多艺人们会给关系好的 正在拍戏的艺人们送咖啡车 来展现两个人的友谊 而在前几天 演员乙彪宏在IG上传了 演员宇阿姨送来的咖啡车照片 前辈拖好的演员之路 我会跟着去的 乙彪宏万岁 然后旁边还有个QR Code 下面写着 这里不要 所以这个QR Code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能让想要跟着乙彪宏的演员之路 走的宇阿姨也不想要去呢 拍这个QR Code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影片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